屏东县牙医师工会在盐浦乡设置医疗站 由八位牙医师轮流进驻为乡名看诊 记者翁真霞摄影 分享屏东县盐浦乡只有一位牙医师 医病比高达一比两万六千一百二十五 不少乡名区忍痛到市区诊所 屏东县牙医师工会发起酬设医疗站 出募款五十万元外 已故牙医师郭建宏一双也捐出牙医诊所相关设备 以爱建立的盐浦建宏纪念牙医医疗站昨天接台 屏东县牙医师工会理事长刘震生表示 屏东县现有牙医师两百一十三人 隔壁的高雄市就有一千八百多人 以高市前京区为例 当地牙医师医病比十一比八百 反观屏东县盐浦相信是一比两万六千一百二十五 数字悬殊到十分夸张 屏东县牙医师工会在盐浦乡设置医疗站 由八位牙医师轮流进驻为乡名看诊 郭建宏医师一双捐出十多项牙医诊所设备 让医疗站更完备 记者翁真霞摄影分享 为此屏东县牙医师工会募款筹设医疗站 在屏东市开设牙医诊所的郭建宏医师 今年四月过世 一双科千会捐出牙科治疗以X光机 紫外线杀菌香等十多项医疗器材 大大提升医疗站的设备 为纪念郭建宏医师医疗站命名为盐浦建宏 纪念牙医医疗站 并由黄福传中上红 邱庭上林世泽 林从群 林从奎 孙曼医 邱云太等八位牙医师轮流进驻看诊 每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时至十二时 下午二时至五时 为民众提供补牙 拔牙 耿管治疗等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